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关于纠正错误思想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 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 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 这种思想表现在 一 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 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 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 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 二 扩大红军 不走由扩大地方侍卫队 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 而要走招兵买马 招降纳畔的路线 三 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做艰苦的斗争 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反此一些流寇思想的表现 极大的妨碍了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 故肃清流寇思想 是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应当认识 应当认识 历史上 黄朝 离闯式的流寇主义 以为今日的环境 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 加紧教育 批评不正确的思想 肃清流寇主义 二 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 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 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 加入红军队伍 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 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 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